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这个一切的最简单的存在是正弦波 那么这个正弦波它可以分成A和B两部分 A加B等于1 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的 这阴阳和合为1 那么A加B的平方是两个能量波干涉 也等于1 那它是A的平方加B的平方 加上AB加上BA等于1 这个就是太阳 这个是太阴 少阳 少阴 那这个就是火型能量 这是水型能量 金型能量 木型能量 它们的综合能量就是土型能量 大家看这个 我们的五型能量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两个能量或干涉五种空间能量 振动状态 那就是金木水火土 这就是干涉条纹 大家看就是条纹 但是这个条纹我们是看不见的 也就五型能量其实谁都看不见 但是它存在于所有的存在之中 所有的存在就是五型能量分布 观测者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这也就是理解成神将 一个事物在你观察它的时候 它才出现 你没有观察它的时候 它不在 这个不在是它不显像 但它的在 是本质 那是空性 空性是可以以任何的存在呈现的 那么当我现在 这个是干涉条纹 就相当于这是一个干涉全息图 干涉全息图是由无穷多组干涉条纹组成的 这个干涉条纹构成的全息干涉图 我从这边去看 那边的朋友从那边看 看到的图形是不一样 这是因为作为观测 观测者 我投射上去再现这个能量波的第三个能量波 是不一样的 我带着什么样的认知去投影去看它 我看到的图像是不一样的 那个认知所带的频谱 决定了我能渲染出什么样的像 这就是第三个能量波 第三个能量波上去就是A加B 括号的三次方 等于A的三次方加B的三次方 加AAB加上ABA 加上BBA加上BBA加上BAB加上ABB 我看1,2,3,4,5,6,7,8 正好八卦 这是一 正好是八卦 这就是八卦 大家看这个是很简单的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八卦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简单的物质像 作为观测者能看到的最简单的物质像 就是干涉条文 八个物质像乘以八个信息像 构成的八八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 就是我们一切事物的基因 一切事物的基因 都是由这六十四种能量分布构成 就是那个六摇 六摇的上三摇代表了是 下三摇代表了物 或者上三摇代表物 下三摇代表是 这个 就是易经的数理解读 我们跟老祖 我们跟那个 我们的老外人去谈易经的话 如果用这个方式去谈 哇 中国的老祖宗太厉害了 把一切事物最初使得存在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说明白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文化 最简单描述三维空间 一切存在的描述 那么大家看看第三个能量活 其实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是由观测者决定的 其实 所有的存在 你没看见的时候 等于不存在 量子物理实验的实验结果 与实验人的意识相关 又是万法 由心向由 所以这个 如是道的智慧 在这么一个简单的描述里面 全不合一了 我们看到的一切 全是以我们自己的内在认知产生 那个内在认知就是业 就是罪 了解到这一点 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根本不需要 外求任何东西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抱怨任何的 外在的存在 而且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现实中 所有的修行 只有从内在下降 在投影原理下降 所以这样我们就派成出了 另外一个阶段的描述 叫入世心法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没有出家 我们都没有选择出世间法 我们都选择了在世间 做人 做事 做我们的人生角色 那我们怎么在做人 做事 做我们的人生角色里面 分分钟保持这种 和自己内在关联的状态 修行 这叫入世心法 入世心法四个字 第一叫信 第二是怨 第三是行 第四是正 什么是信 相信内在本自具足 这才是真正的正心 如果你相信 那个本自具足的智慧在外面 那叫迷信 因为外面你看到的一切 都是你内在的投影 你内在的不具足 投影图的世界就不具足 就不圆满 而你内在的本质是具足 因为我们刚才通过法理已经证明了 任何质点都具足一切智慧 所以你的内在绝对具足一切智慧 只是你的认知 让你不敢相信 让你不会去相信这个本自具足 当有些朋友听了这个话以后 我就问 你相信你内在本自具足吗 我相信 那我再问你一遍 你真的相信你本自具足吗 我相信 我再问一次 你当真相信你的内在是本自具足的吗 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来没有验证过本自具足 他没验证过 他说出来的话根本没有根 验证本自具足的过程是实修过程 实修不是你坐在那念了多少经 打了多少座 实修是你真正把你的本自具足的生命状态活出来了 这是实修 你用你的生命在验证你的本自具足 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你们的成功实际是对本自具足的一个验证 但你是否知道 他是验证的你内在本自具足 不是你的运气 不是你壮大运壮了了 也不是你有能力 是因为你内在要更多的自信 这个世界真正的成就者的基础是自信 而相信本自具足是自信的根源 所以这个信 这叫做信为道远功德 你就不会外求 求道绝对不是外求的 一定是内求 而你求道的障碍也不在外 一定是在内在 所以你颠覆你的认知 就会接近你内在的道理 其实就是这么待 那么当你有正信的时候 你就会树立大运了 没有正信 你想树大运 不可能 没有正信 你所谓的大运 全是妄想 全是妄想 你只有真的相信本自具足 在这个基础上所立的运 才是真正的大运 那在十方言 老年心灵客户 他的核心员工团队 曾经我们一起带着大家 发个大运 因为做那样的事业 做心灵的事业 你没有大运引领 你可能会迷失在中间层次 那叫走火入魔 只有发了大运 你面对的所有的中间层次 的所有的功能 绝授和图像 全部是你圆满自信的 住院 而且你会执着在中间 任何层次上 没有大运 你可能会执着在 你的某种功能 某个图像 和某一个绝授上 因为那些东西 太容易让人执着了 现在这儿要来一个 四维的人就不得了了 一会儿在这儿 一会儿在那儿 一会儿在那儿 你问他什么都知道 他对于三维的人来讲 说要神了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三比无穷大等于零 四比无穷大也等于零 任何有限数比无穷大都等于零 它只要呈现你的在 在你现实里面 它就没那么大 它就没那么大 那个真正的大 在你内在 而且你的内在 会投影出 现实中 任何境界的存在 所以你现实遇到的 各种高僧大德 所有的高人 全是你投影出来 你内在没有 你根本投影不出来 即使在你面前出现 你也不认识 济公在觉悟的人面前是活佛 在没有觉悟的人面前是乞丐 就是这么简单 他走在世上 你明白的人一看 活佛来了 不明白的人一看 乞丐过来了 所以你看到的世界是你投影的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迷信任何现实中呈现的一个 有形有象的人 因为那是你自己内在投影的 我们每个人内在 具足各种层次的能量 有兽性 有人性 有天性 有灵性做神性 兽性是低级三维能量 人性是平均中性的三维能量 天性是高级三维能量 灵性是高维能量 神性是恩维 恩气无穷大的一种能量 每个人身上却有 但是分配比例不一样 兽性 内在兽性占比例多的人 投影出来的世界是恐惧贪婪 弱肉强食 是狼性的 一些团队说 我们要看一支狼性团队 那你投影出来的群狼 你在狼群里面 互相咬 遍体遍伤 所以这个狼性的团队 是你投影出来 当你是狼的时候 你会投影出狼性 当你内在 充满神性的时候 你投影出来的世界 是喜悦自在 充满创造力 充满慈悲的 你看到的人全是这样的 所以就说 简单到 你内在是什么结构 你会投影出什么结构的能量空间 你的高一能量占的比例高 你投影出来的世界是喜悦自在的 你生活在一种喜悦自在成为状态里面 你的内在 能量 低为能量占得多 你投影出来的能量 是低级的 是纠结的 但不是说你的能量比例 低为能量占的比例 多你就遇不着好人 你也会遇到一两个好人 那太少了 他对你起不了多少作用 也不是你的能量维度高 你遇不着坏人 但也太少了 他够不着你 等多让你看一看 还要看一下 我们内在还有这些地方需要圆满 其实这就是 我们的内在绝境和外在 我们的意识能量内在分布 修行是要把我们内在修到圆满 最终修到神性 佛性圆满的境界 那叫觉醒圆满 只有在那个境界上 才是生命的重机重要 而今生今世 我们修的应用体 本来给每一个生命 修圆满的机会 古代 修圆满的机会比较少 因为古代一个人 一辈子见过的人 经历的事儿走得路 把我们现在人一个月搞定了 你修一个课题 古代修一个课题 可能能够修好 你想修一个圆满的课题 可能没有机会 而现在人有机会 修你的彻底的圆满 所以今生今世 走到这个时空点 特别是我们经历了 2012年 从三维认职主导 转向高维认职主导的时候 我们 全然可以突破三维上来 让我们今生今世 获得真正的愿满 没有你的大愿做到 所以今生今世 除了信第二点的愿 在弘扬佛法阶段 在末法之前的那个阶段 叫信戒行政 是在教化之中修炼 到今生今世 叫信愿行政 因为每一个个体 是以你的愿力 是以你的觉悟而引领的 而不是 在以知识经文的 表象的能量引领 因为那个经文 是你投赢不赖 你没有那个觉 你读的经文 是有限的 所以为什么经文 这些东西 你越读 越轻疼 每次读都不一样 是因为你提升了 因为它来自恩维 一开始你从知识层次理解 第二你从灵性层次理解 最后你从智慧 从菠萝层次理解 所以这个文字形成的 那个菠萝重要 文字里的智慧 和文字的菠萝 是有差异的 一个文字 一个呈现 它可以不同层次的智慧 但是说到的菠萝 是终极之类 你要能从文字里面 了悟它的菠萝智慧 这才是 我跟那个傅景华老师 在研究甲骨文的时候 他是专门研究甲骨文 研究了三十多年 他说所有的甲骨文 是由八个基本符 的组合和变形过程 他把甲骨文研究套 他用甲骨文来解 道德经 把道德经 每一个字 用甲骨文写出来 他发现一个现象 发现一个本质 道德经的每一个字 用甲骨文写出来 全是符 什么符 通高位的 每一个字通高位 所以道德经 可以任意断句 你怎么断句 他都对 你认识什么呢 他每一个字 直接通高位 每一个字能通达 高位的 这叫什么呢 这叫真言 他是由什么人 下载着呢 真人 那个真人叫真 他已经不叫人 那个傅景华老师 直接把他叫真 那个真是什么 是跟真理通透的 通达的 就跟恩为通达的 那叫真 所以他直接下载 出来的这个甲骨文 是通高位的 所以每一个字 都通高位 这叫真言 一句话可以通高位 这叫什么 叫文言 一篇文章 可以通高位的 叫白话 一篇文章 都没有通到高位的 叫废话 所以我们读书 不需要读那么多废话 一本书 里面的废话 占的比例特别大 所以说 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卷书 你能读懂那一句话 OK 那最好是读成的 经文 每一个字 都通高位 经文实际 句句都是咒语 咒语是通高位的 通恩美的 所以经咒 直接是高位 能下来的 所以诵经持咒 就是直接跟高位 那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去诵经持咒 一定是高位状态 什么样的状态 能让你持续提升 大愿 我们小时候经历过 一些人生的经历 当时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恐惧的一踏步 等我们长大发现 那是一笑 根本不值得那么纠结 那么过不去 这说明我们内容的提升了 就像你上山一样 你上到这个山 看这个山就是一小走包 当你把这个山当成人生 唯一目标的话 你这辈子不见得上去 还累得气惨气去 当你把最高的境界 当成你的目标的话 眼前所有的山 你必须得过去动作还得快 自然优美还得潇洒 这就是已经大愿会产生的巨大的内在动力 所以愿太有大 那么是否有大愿 那我们在禅创这个系列里面 就有一个环节 就是要让每个人说出你生命的最高的境界的愿力 目标是什么 但一般情况下来 大家最初说的事跟高匹没关系 跟大愿没关系 全是三维的事 三维空间没两愿 三维空间有什么大愿 到四维三维的一切 变成无穷分之一了 蚂蚁的大愿跟人有啥东西 他把窝垒高一点 哪个半人多高的窝 没有用 所以我们在三维空间里 发再大的愿 再撩不住 在第四维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大愿一定是圆圆圆圆 超越三维 当你真正有真正的大愿的时候 在三维空间 天空漂白骨的那都不是 各位朋友 修行好难 我要这样 克服那个内容 真的太难了 我要事业成功 要照顾家庭 要照顾各种关系 要随时谨慎 不要犯错 你说我要放开 随便做吧 也不行 还造业 考虑有什么时候不造业 本来放开的时候 我还竟有很多业绩 就我一不放开 发现我的业绩全没了 我的直觉全没了 难 但是难又有考虑 你只要觉得难 只说一件事 你的怨力又不高 你有水平 你才会选择难题 家庭成如四则运算 没有边界条件 那是不容易的题 你天天做容易的题 你接着它 所以你选难题 微积分是因它的边界条件复杂 而显示了它的难度 我们在现实中 我们所存在的每一个时空点上 都有它的边界条件 你在家庭里有家庭的边界条件 有社会有社会的边界条件 企业有企业的边界条件 政府有政府的边界条件 你选择你人生角色 你必须一件事读懂你的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越复杂 提越难 提越难 提上站的事平均越好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为什么做事 为什么做大事 做事 就是休息 你遇到的所有事情 都是你的业力现前 都是你的认知的呈现 你什么事都不做 你这辈子消不了你几个业 搓搓碎月 你做点事 你就能消跟这个事相应的那些业 你做个大事 你整个了不得的大事 你就能消了不得的业 这就是担当 所以作为各位企业家 我们为什么做事 一切就明白 我们并不是去帮助什么人 并不是成就人家 也不是在这个事业 创造什么辉煌 什么业绩 那也不过是一个载体 只是你选择的题 目的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内在获得精进提升 只有这个功能 当你有大院的时候 你在这条路上 你根本无所顾忌 不会恐惧 摔了就爬起来 摔了就爬起来 爬起来看一看方向 走 爬起来 只要你别摔冰了 不认证 找不着买来 摔完就直接看着 那个地方 你有大院不会进来 你一抬头 就是那个方向 所以你的人生经历 叠宕起伏 一点问题都没有 每次摔下去 都是一次提升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让你 每次摔下去 都让你觉察 你的认知障碍事 你把那个认知障碍 一颠覆 下次就成功了 失败是成功之功 所以它的结果 是内在提升的 这是根本意 这是生命的根本意 你在现实做成什么事 只是在验证 自己组 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而且在三维空间 做什么的这点事 提高一点 就不值一提了 蚂蚁再努力 人也不把它当回事 其实你自己 那也在是巨组扬岸 所以愿力非常重要 有了大院 那什么是大院 我们在陈奏的时候 每个人都在写 写下来 再做十几位同志 朋友 那个写 然后写完以后 我们就分析了这个院 它的内涵是什么 它在整个的 那个空间系统里面 它在哪个层次 它里面哪些东西 是可以更极致的 相关联的 哪些部分 只是一些三维的 一些诉求而已 那什么是大院 只有N为 N去与无穷杀 那个目标 是大院 这是 徐菩提一开始在金刚经文 释迦法也说的 他一上来就问 善父主诸菩萨 善父念诸菩萨 云和助云和降伏其心 他怎么问的呀 佛祖啊 你来嘱咐嘱咐这些 要圆满生命智慧的菩萨们 他们的心要住在何处 才能降伏一切妄念 降伏一切心魔 超越一切内在障碍 那佛祖 当下回答 如是如 如是相互 就这么着 这样听好了 我告诉你 发阿诺多罗三个三副体系 什么叫发阿诺多罗三个三副体系 叫发无上正的正觉大院 什么是无上正的正觉大院 就是把心的目标 放到N为N去与无穷大 就是那七个字 起心N为在乎无穷 这才是大院 他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他又是与神同在的间接 所以我们人类的所有的终极目标全只到那 你有这个大院 那好处是什么 第一 你在三维空间遇到所有事情都不是你的障碍 都变成你的台阶 大家注意 全都变成你的台阶 烦恼瞬间转发成同意 转发成你得失我因 你借下修正 借下明明 第二 在中间面对所有的中间形态的存在和呈现 都不会明信 不管你在修正过程中遇到什么 它景象图像 绝授和功能都不是你的终极目标 它都是过程 否则中间的功能 景象和绝授 太容易让我们着迷了 那个跟三维的人面前太牛了 但是当有大院的时候 在三维空间里面 所有我们能够呈现的这些 树留动静 什么预测呀 什么功夫啊 什么功能啊 什么腾挪呀 什么乾坤大多艺啊 那么多的也能 只有四字雕虫小气 我们知道 一年级的孩子 最欣赏的是二年级的孩子 对不对 你高点年级 你得不屑也跟你聊 跟你聊的你也听不懂 所以你能听懂的 能够显背他水平的 只要按着一个孩子 所以成天显得功夫的 哎呀 跟你差不多多少 真的千万没聊回事 但我们人太容易对这点事当回事 你玩游戏 你过了第一关 我告诉你第二关 怎么过 第十八 反正你能过第二关 你就看着跟你最近的这部分 当你有大怨的时候 所有过的 你必须得靠你自己下宫 为什么有些朋友 习惯性算命 就是因为这个事件 有些人 卖考卷 卖答案 让你怎么接近 很多朋友都 就这么麻烦 能够一个特简单的方法 你磨我脑袋一下 说我就能开悟了 这个特简单 有些要钱 我给你钱不够 要都是钱 我给你多少钱 只要你让我开悟 在这人想到其实开悟是自己的事情 你从外面想求开悟就不起 那是罢了 但确实有人就利用你这点贪心 有这种情况 挺多的 当年我们国家开放气功 全一块气功 结果那什么树精啊 什么老鼠精啊 蛇精啊 什么的全冒出来了 这些人除了以后可以帮你破坏规律 可以超越人家人家的游戏规则 让你获得那些不义之惨 可以的 所以中午啊 最后灭掉所有的这些特异功能 太重要了 因为这个游户空间是有规律的 每个维度的空间有它自己的规律 你借高维能量在低维空间获得财富 获得对人的控制 这叫犯天条 犯天条必造天调 所以 中国是正法国家 它不允许中间的任何法 任何的功能 横行在这个世间 这是关键 它为未来承载人类所有智慧 创造最平等的条路 它不允许任何一个宗教 任何一个门派独大 这是人类的希望 所以我们中华文化 是为人类讲体文化的交响乐 祝全力 因为它有巨大的包容 它的包容 走到世界上 走到世界上的未来 大家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那是 你的是你的 我的也是你的 但你是我的 这个我是大伙 这是真正的王主 它是巨大的包容 这个我已经不分你了 所以这才是我们 把我们的国学文化 中华文化 真正走向世界的 真正的地气和地震 我们当你用一个文化走出去 以各种文化形式呈现的时候 人家看着中华文化是什么呀 罗兰七八号 自己都互相还这么争取人 自己这么不协调 没有成系统 我在今天国学院 首届 这个国学七世代 我的主持人家 唯一的主持人家 我就表达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国学走向世界 需要智慧 需要战略 这个智慧和战略 就是我们自己是否先形成交响乐 你自己是大杂会 你出去谁跟你学 谁介绍 没人介绍 当你自己是交响乐 你就可以带动 整个人类人文化 成为一个交响乐 交响乐 尊重每一个乐器 存在的价值 没有一个乐器 没有一个乐器 不被他 这叫弃无同的生命 而他的高度 是以恩为严的 这叫天人合一的宇宙分 他进入这个时代 进入这个社会 进入这个空间 叫协和万方的国际观 他在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的呈现 叫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他在每一个人的内在产生的共鸣 叫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这习主席在2014年就提出来了此观 这是带领我们中华文化 真正走向世界的 我们知道 他是以宇宙观决定世界观 与世界观决定人生观 与人生观决定价值观 现在西方人主导的时空 和我们大部分人脑子里想的市场 价值观捆绑一切 把所有能标价的东西全标价 到人生观继续标价 这个人身价多少 那个人身价多少 我记住一个培训工资 在深圳的 这个培训工资老婆说 刘老师 我是集聚的一些高素质企业家 高的人群 我说什么都在盘子跑的 他们的资产都在10亿以上 你就这么分辨 你看高素质的高精致 就是捆绑的人生观 然后到了世界观继续捆绑 继续标价 这个国家基地 比如说经济发展指数多少 到宇宙观 没啥标价 这个星星多少钱 那个银河系多少钱 跟咱有啥关系 所以东方智慧就不是那么玩的 它是从宇宙观决定世界观 世界观决定人生观 人生观决定家里观 这是东方智慧的精神 这个魂 不能丢的 你倒下来就是颠倒 所以心灵里说的颠倒梦想实就是这样 三个空间里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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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四个五围 扑到五围 扑扑扑扑扑扑扑到十一围 成了什么 成了这个时代引领的人了 幸好霍金死了 霍金的死 代表着人类从低围往高围爬 从低围向高围认识宇宙的时空阶段 寿终正寝 人类以N的一个空间 但其余无穷大的整体宇宙观 认识宇宙的时空阶段 回归了 不是开启 是回归了 因为本来 这就是我们的 就是人类最初始的 这种意识状态 我们的分别 使我们在三维空间里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 最后我们一定是 所以这个时代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 都是最美好的时代 因为你一旦开启高危 你在我们的生命状态中 你分分钟可以体验发起 就是此时此刻 我们内在的智慧 不断地共鸣共振 你所感到的只有两个字 写 没有纠结 它跟你的智慧 你内在去除原本的智慧 持续地在共鸣共振 因为每一个生命内在 去除原本的智慧 当你自己的那个智慧打开 你投影出来的世界 就是充满智慧的世界 我在三年前 跟白中道老师对话 白中道是个美国人 他清空十一国语言 清空古埃及文明和易经 他能跟中国人跟我对话 我们俩见面的时候 他特别喜悦 他七十多岁了 他说我们终于赶上这个时代 他说这个时代太没有办法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老爷子咱俩今天聊点什么 因为我们俩要对话 他说聊什么都好 其实我们俩聊起来 很随性地聊 聊到最后 他突然在情绪说了一句 他说佛教有一个特别漂亮 特别美好的咒语 叫 然后直接写出来了 所有的钱都被我障碰 这叫本字巨嘴 他总以为很幽默地 把这个本字巨嘴说出来 那不是抓进来 是一本来就有 所有的财富 所有的能量 全在你的内在 他那个发音那么接近 All money by me hold 然后我直接就写出来了 All money by me hold 所以好多好多的现实中的 这个能量关系 和到这个时空 遇到这些人 他是天天喜 2017年 每一天都发生着喜悦的事情 2018年更是了 我可以说 我的生命的每一天 都已经在这个状态里面 所以非常的喜悦 非常开心 那在这之前 我们也经历过 在这个昏昏暗暗的世界里面 独自修行的这个过程 那我很庆幸 我有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 就是我在任何一个城市 生活 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要找一帮修行人 找一个修行人 找一个修行方题 这是为什么 当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走 如今的时候 相当于一个人在白夜中 你一不小心掉到一个坑里头 你一下子会晕在里面 很长时间 你卡在一段情感里面 卡在一个世界的纠结里面 卡在一段官司里面 卡在一个身体的疾病 那个时候 你要想起你在修行 这难度太大 就像你晕在一个坑里一样 而这时候 如果你旁边有没有伙伴 我们俩都拉着这个 这一件事情 无价 所以当年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每个星期 我都会参加读书会 我最早的课程 在中国课程 是2015年才开始讲的 其实我从1998年 就开始在美国 一些修行的读书会团体里面 我第一课讲的叫修无止境 而那一课 讲的七课 而最有意思 每一课 我的那一课 是在假课前的两个小时 比如是每星期六的晚上 六点开课 我是四点钟 我会坐到电话 让自己静下来 然后就开始打出他的这个批法 然后就起讲 那那个修无止境这起讲是这么来的 后来我就知道 其实我们内在都有 我们内在有的这些东西 当你去要的时候 当你去下课的时候 都可以自己 那么我就知道 其实我讲不重要 事实上我每一个星期都能进入这样的环境 提醒我 我在美国经历 第一个十年 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是在中国工作十年以后去的美国 我到美国的时候 我的英文全给老师 我电脑没有摸过 我也不会开车 所以当你没有任何的技能支撑我在美国的存在 在那么个荒满的状态 我从人生的那个阶段 我要重新走出来的时候 庆幸的是 那个时候 我找到在美国的 学习的化瓣和满带 我们知道在一个生命的一个 很紧张 很积极的状态 你想去修行 这个时候 一般工厂 一般难 但家好那个时候 然后我到中国来 办工厂 做事的时候 我记得我在上海 在诸海 每周都会有一帮朋友 学佛的朋友 彻夜到晚上 一两点钟 现在那些朋友还在 每周都会有 然后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在上海 做一个产生公司 斯达拉 那么我在家定 有一个读书会 在普希 一个读书会 在普通 一个读书会 那个时候 我在读学的时候 我在每个点上 每一个星期 都要提醒我自己 我们在赶路上 在我们心灵的旅途上 那当我十年前 我离开实业以后 这时候就变成了 职业修学 职业了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跟这事有关 我说的话 几乎没有一件事 跟它没关了 就随时在做这个话 所以说 今天到今天 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就是几乎 每天你遇到的人 每天的话题 都跟这个有关 不像当时 我必须刻意的 营造一个 提升自己的环境 现在是 你偶然会碰到一些 不以提升为目的的事情 你马上就决出来了 这件事跟你很快就没关系了 所以这件事 好在哪呢 好在贪婪的人 贴近不了你 因为你挣不了钱 你也不以这个为目标 所以贪心想挣钱的人跟你圆圆的 这个世界的人 在获得利益方面 太聪明了 这没有好坏 但是这种能量会牵扯 把你牵扯在一个相对低的能量状态 挂害太多 当你慢慢让你自己纯净下来的时候 这种能量 越来越远 但它并不是不做事的 你会瞄准未来趋势该做的事情去做 所以禅创是在这个理论系统完善以后 出现了可以落地的影响 可以落地的影响 禅创未来是所有企业的刚性需求 禅创是可以把企业家的修炼和他的事业高度合一的 禅创是可以把醒了的人聚到一起共创共修 这叫入后共修 禅创符合未来人类的趋势 禅创可以使我们的人 全然地超越机器人统一的这个空间 禅创可以不断地接引语端科技 使我们在云端之上 腾云架骨 这才是个 所以去年七月份 当我一看 我们的团队把我七月份的时间全部排纳了 我当时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决定 我不回来了 在商业运作里面这家伙他也不想信用了 你说说过来就过来 还给人签了合同什么还说了什么这个场地人家都已经准备了 我说对不起 这个事业不是这样发展的 不是以网红的形式推进的 因为我在两年前 拥有大学的校长跟我认识以后 觉得我们俩特别有得了 说这样行行咱们搞个对话 我说好啊 然后我们俩就 他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 他也上课 我说好啊 结果他过来两天他把题目发给我啊 问网红经济 然后我就开始打听 什么是网红啊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网红 怎么能搞网红经济啊 哦 人类网红是在网络上的红人 知道了 行我们来谈谈网红 结果在谈的时候啊 我说现在的网红啊 都是抓住人们啊 这个心理上最敏感的现实的这种敏锐度啊 去展示啊 他的人类这种表层需要啊 他是昙花一现 你知道 他是昙花一现的东西 这个东西啊 是以时尚 很多人是以时尚啊 作为他的目标 但是时尚是强暴心灵的暴君 你这个人活在时尚上的话 你一天天在转换你自己的表层全知 你根本进入不了你的内在 我说这种网红 这不叫网红 红着红着就黑了 真正的持续的网红 是孔子 是老子 他千古 光明 千古照耀 我这才是网红 我们要努力成为这样的网红 该阴止的 如果我们只是要成为一个能够宣认人的情绪 能够调动人们嗨起来 像那个成功学 成功学 你不会鼓掌 你就便秘 让大家全鼓掌说 此处应该有成 还这个 这种轩忍情绪的网红 这个时代太多了 不需要 但这个时代需要每一个人的心 通透明亮 自己成为照亮自己的网红 我觉得这才是 所以到了我们这个时空的时候 其实是每个人自己的内在的一种光明 当你内在光明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世界就光明了 就像当你知道 你内在本自具足的时候 你呢对世间的一切受用的看法会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挣钱 财富 不明白的人是挣钱 挣一个提手一个争 是抢来的 是打来的 他认为钱在外边 认为自己什么都没有 甚至认为我要做好事 都得先有了钱 我才能给人家 我得先拥有再给出 那他先拥有再给出这个概念说什么 就是我还没有 其实一下就把本自具足的大门关上 他就不会开发他本自具足的能量 把另外一种人聪明一点 整个系统 把别人的钱吸引过来 这两种人差别并不大 因为他都没有打开自己内在财富的大门 真正知道本自具足的人是怎么想 我就是财富 我在哪儿财富就在哪儿 财富在我都在人生的内在 财富是什么 是观念 是你内在的德 内在的福德是什么 是三维能量 驾驭能空间能量的本事 这叫心量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这叫情商 一个人的情商 情商高 一个人的福德大 他驾驭空间能量 福德只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纵向提升 变成功德 一个是在三维空间里显化福报 觉悟的人 只愿意把它变成功德 无名的人 希望它无限的变成福报 福报是什么 消耗 是把你相对 活跃的能量 把它固化成 有形能量 但这个世界不断教育我们 教育我们什么 所有的你把你的财富固化成 有形的时候 这个时代发展 让你的有形能量迅速过时 但是我们人类 都创造了一种骗局 这种骗局 就是虚拟的 把这些能量炒过 炒成泡沫 庞氏定居 干嘛呢 造成一个局 造成一个赌局 把你的贪心充分的调动起来 然后去炒作 终于有一天 啪 泡沫破了 大量的人 啪击跌下来 产生的什么 是独自信 是抱怨 是怨恨 所以我们的经济金融的发展 到这个时空 必然面临一个 彻底的颠覆和转型 这就是我跟卢德之先生 我们俩做对话的时候 他是共享文明 共享经济 共享理论的提出人 他说未来的世界 想权比产权重要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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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有产权 但他没有想权 我认识一个朋友 我是个大老板 买物业 买地方 上野 他全世界各地买好地方 看这个地方买好 买 买力过得派一个人到那住着 帮他看着 然后他的任务就是 不断的接到电话 老板这儿要付钱了 开支条 好吧付吧 付段钱 他自己辛辛苦苦 到哪儿就住个旅店 然后他有了很多的产权 但他的马仔很享受 帮他看着大房子 然后每天在他的华销 未来的世界 他不是这样 当你在世界上的这些东西 当你没有明白这些财数 相对固化的财数 将是你的挂碍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他怎么用好 他 这个世界贴上我这个字的标签的事 越多 挂碍越大 就是这么简单 当你早早明白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会想 最好这个世界上什么事都没有 我什么事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当所有的事都跟你没关系的时候 所有的事就任你所用 你会毫不犹豫的 去用所有你该用的资源 因为那个时候你不为你自己 你做的所有事只为老天 所以今天早上我还有一个话题 有天赋的人 谁都用不及 谁用谁折手 有天赋的人 你给你自己 获得利益 太容易了 你的天赋在现实中变成财富 变成你自己的财富 很简单 但是 你一步留神变多了 就成挂碍了 很多人变成自己创造这个事业的奴隶了 变成乖 这是指着不觉悟的时候 有天赋的人只有一件事你可以自在的使用你的天赋 又自在的活在这个时空里面 就是替老天爷打货 所以在这个格局里面 你活出这种时代 你会发现你所驾驭的所有的财富 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让你觉悟 这叫无财不养道 无财不养道 这句话曾经迷失了很多人 说我没有财富自由 我没有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我谈不上修行 所以就等着自己的财富达到自由 你没有觉悟的时候 如果你财富自由的话 你在透支你的生命的量 你可能会把钱用错地方 因为你还没有智慧 所以你没有觉悟之前 没发财是好事 不是坏事 你在没有觉悟的时候 就发了财的话 你一旦觉悟了 你会觉得这些财富 你要花你的智慧去把它怎么转化 所以花钱是有智慧 没有觉悟的时候 觉得我做这个事 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是为人民服务 但你在没有觉悟的时候 你经常是在为人民的欲望服务 当你跳脱了为人民的欲望服务的时候 你就知道所有的服务都在化缘 都在唤醒 这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就都有魂了 你不管你做什么 都有意义了 你会给你做的所有的事情负能 负什么 是做高位的 这是学悟以后 做同样的事 效果完全不同 对你自智慧的提倡 所以禅创 就是把醒了的人聚到一起来共修 来把我们这个社会的财富 真正的把它用好 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自己的智慧 那所以在现实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就在信愿 第三个就是行 行是什么 心情 在现实中每一个当下觉察 觉察每一道应用题 你遇到每一件事情都是人生的应用题 你是否能读懂这道应用题 我在很多年前 一个师傅跟我说 刘峰你这辈子遇到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你设计的 所以在所有问题面前 问你自己的问题 这件事在告诉我什么 不是用世俗的逻辑去问 是用你内在成长这道题 来问清楚 来读懂 有一道题 我经常给大家出的一道题 三角几何 共八角 三角 三角 几何 几何 我们说这是一道什么题 是一道算术题 还是一道语文题 还是一道几何题 还是一道三角题 我先说它是一道应用题 它是由文字组成的 那我们做这道题的时候 三角 几何 共八角 三角 三角 几何 几何 我做题的过程 也是了解这道题的过程 这是什么题 三角几何 这两本书 一共八毛钱 三角这本书 三毛钱 几何这本书 几毛钱 答案几何 五角 八 减三等于五 这就是一道应用题 大家看到这道题挺有意思 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中天天遇到这样的题 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 都是一道应用题 你能不能读懂你生命中出现的这一个人和这一件事 在帮助你提升你的智慧 能不能读懂这件事 这才重要 因为生命的唯一目的是提升意识能量的唯独 你不知道生命意义的时候 你读不懂这道题的真正意义 你可以意知半解 可以读个半当药 你读不透 你读透了以后 你能简单的把这个解出来 然后你的方向很明确 你绝对不活在是的成败上 但是你可以活在你内在的持续成长上 这才是关键 这你不会蹉跎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 因为每一个人的出现 在你的生命中都有意义 在你没有觉悟的时候 你是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但是那只是一个表象的像 当你觉悟的时候 你是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你看到那个本质 不是那么表象表达的那一点点层面的东西 你真正测悟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宇宙空间的一切 都跟你的成长有关 这叫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每一个当下都是我们觉悟的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做到化缘 你才能把所有的缘转化成觉悟的缘 不管它来自你的行住坐卧 情感 事业 家庭 财富 全都是 而且今生今世 给了我们一个全然的圆满的机会 我们今生今世遇到的人生的综合复杂的应用体 是可以集我们人类所有智慧 转化成我们内在提升的祝愿 所有法门都可以助我们成长 这是我们今生今世所在这时代的殊胜之处 所以在现实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全然的开放 可以求同遵义 当我们能够求同遵义的时候 我们尊重一切存在的时空合理性的时候 我们不会放过每一道题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他们的共性 这叫归同了异 不断的把不同归于相同 了然所有的不同 当我们能够不断的归于同了异的时候 我们就能达到最极致的无同无异 所以求同存异是三维认知的系统 是人法地 大地是三维能量分布 求同遵义是地法天 是进入四维看到所有三维的存在的合理性 你就会尊重所有存在的合理性 从五维六维一直往上走 叫归同了异 这叫天法道 也就不同层次的天 指向最高境界的道 当达到恩维 恩其余无穷大的时候 叫无同无异道 这我们老祖宗 我们的传统文化 把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提升的通道 说到非常之清楚 从求同存异 到求同遵义 到归同了异 到无同无异 从人法地 到地法天 到天法道 到道法自然 它指的不只是人生的规律 它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在成长的途径 是这么成长的 因为这个客观存在 是我们内在投影出来的 你在哪个境界 你就体验到那个境界的空间能量状态 是在求同存异的状态 还是在求同遵义的状态 还是在归同了异的状态 还是在无同无异的状态 只取决于你内在提升到了哪个境界 这样的修行 是让我们内在持续提升的 而有个大愿 这种持续的提升 是可以随时在现实中 当下发生的 因为只有当下可以通达安慰 此时此刻的下一秒 有无情多种可能 哪一种可能会发生 只取决于此时此刻 这一秒 我的内在能量是这样 还是这样 我的能量是这样 未来一定是越来越好 我的能量是这样 未来一定越来越糟 所以修炼修的就是这个当下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既心既光 所以修炼修的是当下 我们会把我们的所有的智慧 所有可能的 内在的 引领的这些能量 集中在当下 所以我们必然的是专注当下的存在 当你专注当下的存在的时候 你每一个当下 都给你自己调整成这个状态 这个成长 它是自然的 趋向所有的道 趋向道的这个过程 是一个自然过程 这叫道法自然 它并不是刻意的 它并不是刻意的 不是给你规定的 下一步一定在这 下一步一定在这 你只要保证这个趋势 在这在那在那 所以随时能够调制 转念 颠覆我们的认知 这是关键 所以在现实中 觉察 反求诸己 颠覆认知 这就是心形 万法归于心法 万行归于心形 所以你这个心形 会让我们随时保持 这个当下的喜悦 发起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形 就是持续的跟高维连接 怎么连接 诵经 持续 诵经 在不同的阶段 你有不同的经文 符合你那个当下的 并远 在一个相对低的 能量层次的时候 我们很多病痛 纠结的时候 我们从地藏经里 获得超拔 我们那种低层次能量 把它超拔的能量 当我们达到一定程度 金刚经直接 把我们跟恩维恩区 无数点关联 所以每一个人 跟你有缘的经文 是不同的 跟你在不同人生阶段 获得的 这个启发是不同的 地藏经是入佛门的 第一部经 但是你走一段时间以后 你一定会跳到 新经 金刚经 你一定在楞严经里 去消除自己的心魔 所以所有的经文 六祖谈经 一定是在这个 陕宗的顿见 法文之中 活出自己当下的 生命状态 所以不同的经文 给我们不同的起立 所以中华文化 它的这种 博大精深 它整个系统的圆满 相互的这种 印证相互的支持 会形成我们内在 一个巨大的 生命的内在的 觉悟的力量 带领我们 持续的觉悟 那么信愿行的 背后就是正 什么是正啊 用你的直觉 去做决定 这是正的条件 这叫执心是道场 率先是为道 因为你的直觉 直接是你的业力现前 是你的认知 直接跟你的认知 投你的相 去关联 这个时候 你这件事做成了 证明你内在 但自去做 你没有做成 帮助你去 觉察 我的什么认知 让这件事做不成 你把那个认知 一颠覆 下次就成了 这叫失败 是成功之后 这叫言回不二后 因为它目的就是提成 所以信愿行政 就是我们入世的心法 它这个循环 让我独断提升的 入世心法 它可以当下 用在我们的 每一个行住 做过 事业清赖 加领财富的 这样的应用提升 那么 质检心法和入世心法 都提到一个 同样的词 叫心法 什么是心法 我们一开篇就说了 心是内在 心精是内在 心法是内在 是投影原理运作的方法 所以投影原理的运作 叫高维实践 所以心法都是做高维实践 心法不是表面的 这种在知识层次 在我们行为层次的事 心法一定是因 心性达到那个 进贴 自然投射出来的 行为规范 它自然呈现 它不是我摆出来的姿势 有的人摆一辈的姿势 最后没有觉悟 是因为它根本没有在内在 运用心法 所以当你用内在运用心法的时候 你的行住坐卧 你所呈现的生命状态 是那种高维直接投影出来的 这种圆满 它不是你做做的东西 当你内在通透的时候 你跟人的交流 你的语言是有能量的 当你内在没有通透 你只是拿知识跟人交流的时候 你这个能量是不存在的 是低层次 就像王善人 他的维度达到一定境界 他给人讲病 直接就把人病给讲好了 因为什么 他在投影员里 直接把人的认知给转化 所以这个病 通过投影员的转化 这个病最好 一个没有修行的人 把王善人讲的话 拿下来 看他的话性谈 这样的病 针对这个说法 那个病针对这个说法 他可以把这个背下来 他可以拿一本子查书 你看这人肺不好 非是什么 是金 非是金 说明什么什么 在情质上 对应什么 然后翻译书 对我就跟你说 拿着书上 王善人的话跟你说 能说好吗 说不好 因为他没能量 他的能量维度不够 他的能量维度在这 想把这人整明白 不可能了 蚂蚁能把人整明白吗 不可能 他的维度一定在这 才能把这能量调制 所以内在的修炼 内在修行才是凡事 当你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在这个境界下面的所有的方法 你任意取用 而且都能达到他的妙用 你在这个方法 你学了很多本事 你披挂十八班兵器 全挂身上 你一个兵器没准都没练长 就累他了 这就是很多心理咨询师 面对的条件 很多心理咨询师 拿了一堆 这个什么结业证书 学了好多方法 只要有新的方法就学 没练过内功 没用 没用 没给别人整好几个人 自己快疯了 我遇到很多这种人 跟我说 老师我现在住凡的名字 我跟你说 我就很快崩溃了 因为我借高利贷 在开班给人上课 没能量 学了好多本事 催眠 系统排练 学完家庭系统排练 还学组织系统排练 学了很多很多东西 天天去给人解决问题 很多心理咨询师 根本不是解决问题 是制造问题 见一个人就给人贴一标签 就得了这个病 见一个给人 给人标一个签 其实自己的病 投影出别人的病 我们说 这个时空里的心理咨询师 很多人一开始是自己有病 后来通过心理学 治好了 觉得这件事 能帮助别人 然后就学心理咨询 然后就帮助别人 这个时候他成了心理咨询师以后 他是在做疗愈 是在自我疗愈 因为什么呢 他的病人是他自己投影的 所以投影出很多病人 需要被疗愈 是因为他自己需要疗愈 所以天天讲疗愈 疗愈疗愈 等疗愈到一定程度 他自己明白了 这个时候他发现 疗愈已经不是这个时空的需要 这个时空需要唤醒 是因为他自己需要唤醒 他有投影出很多 需要唤醒的人 这个时候心理咨询师变成了心灵工作者 心灵工作者做的是什么 心理咨询师做的是什么 我在中国讲的第一课 就叫打开心理咨询师 心灵能量活适的法人 就是赶紧从心理咨询工作者转向心灵工作者 那目的是 然后那个原因是你自己觉悟 这是前提 我说中国的心理咨询师有三个能量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看着对方在对的钱 是一个第一层次能量交换 他把它当成一种职业 这种能量交换 会把对方的问题交换到自己这儿来 所以对方没有整明白自己快疯了 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境界认为自己在帮助别人 这是很多很多修行人的一个卡里 叫着功德相 叫着善 最集中的代表就是梁武帝 达摩来的时候梁武帝跟他说 我让那么多人修佛 我建了那么多寺庙 我有多少功德呀 达摩总是回答此 实如不空的 你问出这句话来 就说明你的目标还在三维 还在相 这个功德是你内在的 功德根本不是说出来的 是你自己达到那个境界 你自己能知道 所以真正的着了这个功德相 就是第二位认为在帮助别人 他会对结果有诉求 当结果没有按照他设定的这个方式 设定的呈现 呈现的时候 他会起烦恼 这个烦恼直接就吸引对方的负面能量 所以有些人帮帮帮帮 帮人帮到一定程度以后 自己突然间觉得 这些人都是白眼狼 白帮了 他会抱怨 他帮人帮不出结果来 他产生抱怨 这个抱怨说明什么呢 他是在追求那个结果 像的结果 到了第三个境界 他会发现原来所有的这些病人 都是来帮他得智慧的 都是来挑战他的智慧的 这个时候他就带着感恩的心做这件事 这个时候他行的就是屠萨道 他是在做自我唤醒 这个工作才造向了正道 所以 心法 是自己内在的原本 而心法是需要高维实验条件 我们在三个空间需要实验条件 三个空间 你比如说我现在要鉴定一个乐器 的音色 那我需要这个房间是吸音材料做成的 我需要在场的所有人不要发声 要创造一个静场 静音环境 这个时候我就用仪器来探测 他的整个的波的旋律 他的波有没有杂波 我能探测出来 如果他们有哗哗哗哗哗哗在说话 造成很多噪音 我根本不具备这个实验条件 高维实验一定需要效力 这个张耀慈先生 当年是这个纪这个武少族 来管理器工的 他刚开始接手的时候 他当时呢 他是中央警卫区的 他是一个军人 是个很正式的军人 所以当时他是 根本他不会迷信的 他一开始觉得这些器工师 这个需要管理 哎呀 后来发现这帮人确实有当代 后来他就发了一个愿 想法 说能不能我在领导面前 组织这帮人去给领导演示一下 给这个器工做一个证明 结果他又组织 想挑了20位当时的顶级器工师 去跟当时的领导人去做表演 结果是什么 全军覆帽 没有一个人转出来 下来他就火了 他说以为这帮人在我面前一个个的这么牛 怎么到关键时刻全都掉链子 这帮人我们也不知道 不是灵啊 什么意思呢 张老爷子是四年前见到我 我们俩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就说了这个例子 他说我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 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 这就是实验条件 刚才说三维实验 你要要验证一个乐器的音色 需要三维实验条件 它的能量波长必须设定定长 高维实验 这些器工用的全是高维实验 全是意念波和三维物质波之间的作用 它是调制意念波的 它的意念波在现场需要所有的人 不能产生杂货 意念的否定的波碰出现 你要是在评判他 对不起 这个实验还真的受影响 但是他不是说 他的民间表演 为什么他能出现 是因为民间的大量的能量 是第一层次 他的维度振动幅度和他的维度都不够 而这些人修炼到一定程度 他的维度相对高一点 所以他的信造比可以呈现 所以他会有效果 可是在中国 你能做到中国的领导这个境界人的能量 绝对不低 这样的人只要稍微有一点怀疑 他的那个念波就把这些器工师的念波给淹没了 没有信造比吧 根本出现不了 这个像就不可能出现 现实中这种案例特别多 很多民间医生 民间的这些器工 给老百姓治病就是特灵 倒给一些重要人物治病的时候 才不能领导 就是人道 这就是维度 这叫医德 我们上次说了 这叫医德 所以创造高维实验条件 是重要的 但是 高维实验条件的目的 是让我们在高维空间不断提升 是让我们跟我们自己的高维连接 提升维度 但是需要在那个状态下 所以发愿是要在高维实验条件下去做 不是只是一个知识性的 我们现在坐在这儿 咱们宣誓 就宣誓完事了 所有的发愿 都有他的所谓的佛规连接 所谓的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是创造一个高维实验的条件 那么高维实验条件什么 第一个就是净 什么净 干净 我们的内在意识能量要干净 所以佛教为什么说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自尽其义是诸佛教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就是要自尽其义 让你的内在意识能量干净 纯净 别整太多的杂膜 三维的东西越少 你越纯净 你对三维的执着越少 越干净 第二 平静 这个湖水 平静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水里 才能看到水面反射的日月星辰 这个平静 指着我们心性的平静 你的心不尽 你把水搅到万体八糟 你什么都喊不起 你只能意识 只能停留在这个表面的波浪上 波浪是稍纵即使 它不断变化 而影响我们平静的 最重要的那个能量叫情 情感 情绪 你只要用情感和情绪 决定做任何事情 你都会不得不为它 因为情和爱不一样 爱是什么 爱是翻向付出 因为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特别的美好 你看什么都美 但你想 他会不会同样爱我呢 你只要起这一念 好感觉 马上没了 我相信很多人有这种感受 所以爱的本身 是践行本自具足 因为你本自具足的能量 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付出 你只要起一个得到这个念 就跟这个付出能量 这一点就起烦恼 没关系 起了烦恼你觉察 你把它调过来 这是烦恼变成图体了 所以所有的烦恼 所有的不自在 不舒服 不自然 全是让我们觉察 我们认知了障碍 所以我们在三维空间 能感受到它最大的能量 就是爱 它不是情 情是能量的共振 能量的纠缠 它这个纠缠产生的结果 就是强化认知 就是造业 就是在我们的意识中 重复的去纠缠 在一个能量状态里面 它相当于放大了分别 因为我们在三维空间里 一切烦恼的根源是分别 我们在三维空间 感受到最大的能量是爱 它像太阳一样 只付出不求回报 它没分别 它不会因为一个人好人都觉得点 一个人坏蛋少给他点 我拿放大镜 把它锯到一点 这一点就烧焦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分别 因为这一点的能量比周围要大得多 所以一切狭隘的爱对人都是伤害 这就是分别造成 所以情这个东西就是会让我们不敬 所以我们要学会人的智慧叫忍 但如果你持续忍 最后叫忍无可忍 就跑一爆发 叫真心意气火烧功能力 因为什么你光忍了 你没有转念 忍只是给你一个空间 让你在内在去运作转念 你一念之转 这个世界变了 给你一个工作空间 你不忍 你当下爆发 你的情绪一上来 你等于造业 你忍 忍忍忍忍忍忍到最后忍不住 啪又爆发了 最后又是造业 所以持续的人不智慧 真正的智慧是忍在当下 直接在内子去转念 所以这个静的前提 是以忍作为一个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 来治这个情 然后第三个静 是恭敬的静 N为宇宙空间 N趋于无穷大的宇宙智慧 是我们三维存在的无穷的无穷 此方倍 这么大的差异 让我们怎么表达这种差异 都不过分 所以这种恭敬是无条件的 你只要有一点不恭敬 这个能量通道就被障碍了 所以就无条件的 对内在智慧的恭敬 所以我也是 在这个 我是学理工的 我最初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各种佛规礼节 各种顶礼膜拜 我凭什么接受的呢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原来 剧足圆满的那个智慧 跟我现在的当下差异太大了 为了表达我现在状态 跟他的差异 让我做什么都不过分 让你站着躺着倒里 怎么着都行 甚至生命 三维的生命 在这面前已经不止一停 只有这样 你才能全然的交付 全然的恭敬 你才能全然的 跟这个能量接上轨 所以我为什么能够进入 所有有缘的宗教 跟修炼法门 为什么进去 就是因为在那里边 我可以全然的臣服 全然的放下 我才能真正知道 这个法门里面 是怎么通得到 因为我坚信 法法通道 数数万道 佛法八万四千文 讲的是什么 无有义法 不是佛法 无有义法 不通道 当我们有法直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到 万法与道的关联 我们只是看到了 义法和道的关联 所以我们就屏蔽了 我们生命提升的 很多机缘 当你相信 所有万法都可以通道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在启发 我们的智慧 所以我有一个简单的咒语 只要你在我面前 说了你的观点 我第一个咒语的反应 就是你说的对 然后 然后我就问我自己 他说的为什么对 不是用是非 不是用一个有限的尺度和知识 去衡量对错 是我要问我自己 他的这条路是怎么通道 等于他给了我一个借他的逻辑 悟道的机会 我根本不在乎 他在那条路上走到三楼还是四楼 我要知道他现在这个楼层 他走到顶楼是怎么去 他给我提供一个悟道的机会 当我悟出了他这条路 跟顶楼的关系 跟道的关联的时候 我再跟他的交流 他在三楼 我们在聊四楼 他在四楼 我们在聊五楼 我们俩绝对是知音 分分钟就是知音 这个就是当你全然开放的时候 你就能从每一个人身上 获得道的滋养 跟你内在这道 关联 那个道根本不在乎 其实因为他是你投影出来的那个项目 他等于你内在一个认知 投影出了一道题 提醒你 你能不能从这个认知悟道 是这个的 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说学老师最牛的就是一句话 只要你敢说 我就敢信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当你全然的相信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所有修炼就是你的修炼 大家明白这意思 因为他是你投影的 当你对他的修行有任何判断和评判的时候 你就接读到他修行带来的那个智慧 当你全人相信他的时候 他没有悟到的东西就是我的功课 他悟到的功课就是我的启发 就是我的生命经历 是我的内在经历投影出来的 这样我们在现实中 才能真正每个当下进入实修状态 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 把所有的法门都亲身经历一遍 因为很多人认为你亲身实证才是实修 当你相信所有的人的实修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在替你实修 这个是你真正尊重生命的实修 但前提是你能否真正有胆 全人的开放 前提是什么 因为有大愿 因为你有大愿的时候 你不会迷失在任何一个修炼的中间层次 中间形态 但所有的中间形态都会变成你的祝愿 这就是入室心法里面的关键 也是恭敬的关键 那个恭敬不仅仅是恭敬最高境界了 是恭敬每一个生命的生命 所以你会真的恭敬每一个生命 给你的那个智慧的起立 因为你相信每一个生命内在具足圆满一切之外 所以你相信你自己内在本自具足 你绝对不会妄自卑薄 绝对不会说我的能量不够了 因为你本自具足 所以你有个大愿 你相信内在本自具足 又有个大愿 你相信内在本自具足 同时你要相信众生本自具足 你绝对不会妄自尊大 所以你的平等心 是全然的 是最根本的平等心 你的平等心不以像作为平叹的依据 你可以呈现任何像 但在任何像的背后的佛性 是平等的 这在六祖谈经一上来 慧能跟五祖的对话 就说了这个问题 五祖见到了慧能 说你来干什么 他说我来做佛 学做佛 他说你个葛辽做什么 一个葛辽 还没进化成人的猴子 把他称为南蛮 然后我六祖的回答 人有分别 佛性无分别 这句话 五祖一看 这人大根起眼 所以就 收下来 这是本质 当我们相信每一个生命内在本质具足的时候 你就直接跟他的佛性共振足够 我到中国来讲课之前 美国的朋友说 你小子发梦 中国人只认钱 谁听你这些东西 但我相信每个人内在 魔性具足 我只要跟这份能量共振足够 所以第一课 别觉得朋友就说 六老师我们愿意跟你去做移工 第二课的时候 六老师赶紧出门分配任务吧 所以一路走来 你遇到什么人是你自己投赢的 你相信生命 人的身上的佛性 他的佛性就会展现在你 跟他的身份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他世界的相一点关系没有 我当年在十一所工作的时候 这个全所各个部门 各个层次的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到食堂去买饭的时候 我带着就支了一件毛衣 那个花挺好看 这区别人 就能把我的衣服给我扒下去 拿回去去照着支去 特别亲切的 然后我去买饭 我都不敢我自己去买饭 然后别让朋友拿出来 因为什么给我的都比别人多 我都不好意思 然后那看门的时候 我看咱们所有什么都比好 你往爱睡 我不爱你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真的尊重他 你真的在你心里面 有那么平等 所以 其实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内在 真正生成这种平等质的时候 这个平等质不是呈现在我表象上尊重 是心里面 无条件的尊重 这种恭敬 不是体现在我对高端人士的尊重 而对低端 所谓低端的这些像 是对所有人内在的无条件的尊重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很有意思 每个人内在的觉知是很敏感的 当你不尊重他 而你包装成尊重他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他有感觉 你不真诚的赞美这个人的时候 人家听着你 对人家的表扬不舒服 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 是吧 哎呀 这个人表扬我 表扬他我心里快难受了 然后喝那个地方窜进去了 当你真诚表扬的时候 你用尽一切华丽的磁道都可以 他也舒服 因为你是真心的 所以这种真诚的对待 每个人都能难受 那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是否从他的佛性上 从他具足圆满的智慧上尊重 当你尊重他的时候 你可以表扬他 你也可以批评他 你也可以棒喝他 因为什么 你相信他 你相信他内在佛性具足 这种所谓的批评 其实是在警醒自主 所以从这个现实之中 我们就知道 这个高维实验条件里面的这一部分 非常的重要 攻击 再一个就是镜子的镜子 我们相当于坐在一个大的球面镜中间 四面八方看过去的全是自己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抱怨任何人 没有必要在外面去找任何东西 因为外面找到全是自己 那么最后就是境界的镜 环境的镜 我们要创造一个能够屏蔽的周围干扰的环境 让我们专注在这个跟高维空间连接的这么一个场景之中 但当你内在维度提升的时候 这个场景你可以任意创造 你在哪都行 我在各门各派里面学了很多当下进进的方法 比如说在电梯里面 如果你一个人在电梯里面 你怎么进很简单 你抬起一只脚 你让你自己迅速进起来 如果你真的进了你没砸垫 我告诉你 这个电梯往上走走 你能吃不动 你只要一起砸垫 你马上就活了 有一个功法叫立如松 两只脚并拢 后脚背离开一寸 两脚下垂 你就这样立着 想象你的投影的摆会和会音和两脚瞬接 这一条线 贯通天地 贯通银河系的中间和地心 你在这里面站的时候 你只要没有砸垫 你可以一直站着 你只要一起砸垫 马上就换 马上就不出 就像紧箍咒一样 所以很多让我们尽心的方法 你能不能用到随时随地这个当下 你能不能在每个当下上你专注 这就是那个境 当你的境界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环境是被你创造 这个时候是因为你的智慧的境界产生的定 这叫大定 是因智慧的提升产生的定 这叫定会当值 它不是因为你守着不动而产生的智慧 而是因为你的智慧境界高 你形成了一种大定的状态 人在蚂蚁面前就是大定 所以提升智慧 获得定力 这个境界特别同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这个高维实验条件 这个高维实验条件的本质 就是让我们获得跟自己内存关系 所以禅创 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生命过程中 在我们事业的环境中 创造一个高维实验场 创造一个成创空间 在这个实验场里面 我们去获得高维信息 我们去共创 企业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引领自己的发展 这是未来企业的刚性需求 谢谢大家 现在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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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